安囉嗦的親民喵咪打戰爭時間來 那最近的話呢 是我們惡魔族的這個世界開始囉 然後這邊的話 我們的這個十月啊 強襲活動 大家也不要錯過啦 因為這邊的話 一樣通關五關 可以拿到我們的白金鎮碎片 那這一次十月強襲的這個活動的話 是我們這個秋天運動會好不好 所以這邊的話是我們的運動會登場啦 那我們就來打一下我們的這個 十月強襲啦好不好 這個一定要拿的 因為裡面的話會我們白金碎片 這個絕對絕對非常推薦大家拿一波 因為你只要拿五個月啊 因為他月中的時候 他會再出一個就是那個 續我們的十月強襲 那你只要把這一關打完的話 你就會有一張白金鎮 那白金鎮能幹什麼東西呢 可以抽到你夢寐以求的超級貓貓好不好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這些一定要打哦 好這邊出一條件一樣都是十隻啦好不好 這比較 比較麻煩一點點 因為越後面的話真的會越來越硬哦 所以我們就帶上有拉麵王的隊伍 直接拉斯GOGOGO 運動會LP4個問號 沒問題 那如果你等不及的話 你其實是可以用你的貓力打 然後貓力打直接喝差不多五罐吧 直接打到第五罐 然後把那個白金碎片拿一拿 哎你就可以吸一碎了 不過他 啊不是白金碎片 白金 哦對白金碎片 所以建議大家可以把他打到十罐全部都結束 所以你可以準備你的十瓶貓力打 哎然後你這樣就不用擔心那個了 但建議他這個 他這個月間活動他是持續半個月啦 所以你半個月內 你就是都可以把這十罐給打掉 所以你就像十天 哎都只要登錄然後都有打的話 哎呦 五尾熊啊 不是 運動會怎麼會有五尾熊 夭壽 好好看來這個目前來說這個五尾熊的波動啊 等級還太低了 哎我們拉麵王這些完全不受到任何影響 哈哈 直接弄掉完全沒問題 拉麵王不愧是拉麵王啊好不好 110等不開玩笑 然後到時候我們接下來那個全明星活動出來之後啊 哲平會再把那個XP全部刷上去 然後把那個啾啾啾啾啾啾啾喔 哎全部灌在這些貓咪身上喔 然後真的是要找一些貓咪來升到50等啦 要不然後面有一些關卡應該真的是 不太能過 那目前來說惡魔族最有趣的地方就是 他會把你的那個貓咪的等級啊 全部都回歸零好不好 所以 恰歸零 然後你就要慢慢的把我們就是那個惡魔族的塔 全部打爛之後呢 哎你才可以就是慢慢提高自己貓咪的等級 這樣子哦 造勢直接把他造爛沒有問題 好那這邊因為哲平是個懶人啦 所以我們這邊就直接 貓力打直接刻下去了好不好 我們這邊有25個 直接剛好花5個直接把他弄掉沒問題 我跟你講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懶 不然其實經驗XP關卡的話也不一定一定要打 就是我們全明星活動 因為像我們半夜的時候有時候會出現 就是我們那個額外那個 關卡的話那個都可以用 但是我自己就 嗯比較比較少去用他哦 來來來 豬豬豬豬豬 比較少去弄他啦 所以我才會比較期待就是我們那個全明星 因為全明星弄一弄的話真的就比較 舒服一點點 因為一下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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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而且我這邊的寶物雷達也累積了非常非常非常多哦 那運動會這邊看起來的話 好像關卡是紅色幾人再加上我們的這個五尾熊 所以 哎五尾熊也是非常非常麻煩的哦 大家要自己要小心一點點哦哦 好這邊的話先把我們這個 大藏口打掉然後五尾熊來啦 因為高等五尾熊的話他呢 波動應該就越越恐怖了 但是我們這邊拉麵王應該是說 沒關係不管你幾等 我現在就是直接 幫你扛住 然後開始搖頭 把塔毀掉 一切結束 哈哈哈哈 哎他他其實這關卡還會送喵力達A 那他最好就是這樣子一直送我一直送我 然後我就 我就可以直接 免費把這關卡給打掉了 那大家到底在在等什麼對不對 但基本上大家都是會那個拉射時間 像巧媽之前的話他 就是在打那個我們那個補充網的時候 他就是自己一個人射鬧鐘 30分鐘馬上上線 把這個東西打掉這樣子 然後30分鐘打30分鐘打 這樣 有夠好笑好不好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趣啦好不好 我是覺得還算是不錯 但是目前來說的話 我比較不喜歡這樣 因為我比較喜歡就是 一拿到關卡就直接把他一整個就是刷完 就是刷一整個系列給大家看 這樣 才可以就是 湊一整部影片的時間嘛對不對 那你這樣分開30分鐘 我接下來要錄什麼其他東西就很尷尬 而且就是 你那天都會 因為我每一天的話我都會想一個主題 比如說像今天的主題的話 就是跟大家介紹 就是我們的這個10月的碎片 那如果我10月碎片我只能打一關 那根本片長不夠啊對不對 那我就要去拿其他的塞 但是其他的話他們也可以做一個主題 我就覺得很可惜 因為你知道就是 哲平這種日更新的這個Youtuber 最麻煩的東西 其實不是錄影片 也不是說什麼錄影片很辛苦 或是剪輯很辛苦 那最辛苦的就是 你要去想 你今天要帶給大家的主題是什麼 這個很重要 因為不像是攻略啊 攻略的話你就是 喔今天我就嘗試這個隊伍 然後你就把攻略這個隊伍的標題啊 跟封面給他做上去 那像我們日常玩家的話 你就是什麼都玩嘛 所以你就可能要 找一個就是比較關鍵的一個主題 然後去把它當作一個主主題 然後裡面的話再去 安插一些就是其他的小部分 但是其他小部分的話 如果他可以做一個主主題的話 你把它用掉的話就很可惜 所以 你會看到哲平的話 基本上一集都是只有一個大重點這樣子 算好 這樣的話你才可以就是 一年365天都可以就是 出很多部影片給大家看啦 不然你把什麼東西 那個很重要的東西 全部都拍完的話 那真的就是 你就沒辦法拍這麼多影片了好不好 所以其實 像 你要做像哲平這樣的就是 那個 就是 每天日更新的這種影片 其實也是有一定的就是 規劃能力耶 不然其實你會很麻煩 因為你 你太 把一些東西全部拍完的話 你 你到後面你會很辛苦 因為你就不知道 你後面要拍什麼東西了 那你就要開始停擺 那你就沒辦法維持就是 那個 全年無休的這種更新了 所以其實 這也是需要一點點就是那個 考究跟研究的喔 不要想說就是 我只是隨便上來啊 拍一拍 然後就這樣丟上來 沒沒沒 其實 我都是有循序漸進的喔 大家應該會發現 就是 我今天如果要拍這個的話 我就不會再把其他的題材 挪進來 然後我這樣的話 今天就是這個主題 那整體來說就是 這個主題 今天只是跟大家介紹 10月的這個碎片的關卡 然後裡面的話 就全部都是廢話好不好 所以 對於就是大家想要看 就是那個短 短時間消息的東西的話 就很不適合看這片影片啦 那如果你就是 很喜歡看這種日常 就是講話聊天 然後跟你分享一些東西的話 那我這邊絕對是 你的非常非常好的選擇 而且 我就是會針對這個 今天要介紹的這個主題 講很多一些 無關緊要的東西 哈哈哈 但是如果你是想要看一些 就是速的 就是比如說很快速的一些 就是 關卡的講解 或是介紹的話 那真的就是 比較適合去看一些 就是那個啦 攻略型玩家 那 最近我看到好像有蠻多就是那個 做貓戰的也開始有講話了 然後觀看數也開始有 往上提升不少 所以大家都可以去 支持一下他們的頻道 因為我覺得貓戰這款遊戲的話 真的是 其實真的是越多人做越好 因為越多人做越好 你就有更多的東西可以看 那 每一個人打法都不太一樣 真的是不要就是 都只去超一個人打法啦 我一直都是這樣講 因為像 之前就有人在跟哲平講說 他在網路上看了那個攻略啊 就是他去搜尋攻略 就發現 啊怎麼看了 然後等級跟他一樣打不贏 我跟你講 我當初也是 在網路上看了攻略 然後我自己打 打不贏 而且嘗試的超多事 我嗑了超多罐頭 然後還是打不贏 我就直接乾脆自己拍了 你知道嗎 就記錄一下自己的玩法啦 這樣之後如果遇到一樣的關卡的話 我就可以看自己的影片 我就可以通關了 所以像 風圓貓咪塔或是一些就是 呃 傳說關卡 我都是 我忘記怎麼打之後 我都會回去看我之前的影片 因為 每一個人的帳號真的是不一樣 你就算去看了那個 攻略組他們的帳號 他們可能貓咪跟你是一樣的等級 但你怎麼知道他裡面有沒有加一些 就是其他的那個就是 我們那個 聯組 因為像我之前在打那個大款鳥的時候啊 我打不贏的時候 我有去看一下 然後我看到 哎 暫停打法 我想說哎 那我也是用玉書士出去就好啦 結果沒想到他是用超爾德的聯組 結果他影片沒有講對不對 那影片沒有講 而且基本上很多攻略組 他們都是做那種就是 打字的 那他沒打上去 他又不會講話 你就沒辦法就是理解他到底要講什麼東西 那 像哲平這邊的話 我們是用講話的說出來就是 你們有自己一個表達能力啊 大家 聽別人講話總比看字還要看得懂啦 我說真的 因為打字的話 你可能打一些就是 很重要關鍵的東西 但是沒有像是我們這樣直接跟人家講話 就是那麼的清顯易懂 所以大家可能會聽不太懂之類的哦 所以像就是你看我說超爾德 聯組要帶哦 聯組要帶哦 比你打字說什麼聯組的話 還要就是讓大家就是更清楚 所以我後來選擇自己拍影片的原因就是這樣 因為我看了別人的攻略我自己打不贏 哈哈哈哈哈哈 我就看別人的攻略我自己打不贏 所以我才我才我才自己 自己來拍的好不好 就是這麼簡單 哎 那基本上就是留作一個紀錄啦 然後剛好大家又喜歡看 雖然 我跟你講我這邊雖然不是什麼就是一定可以打出什麼 很漂亮的一個那個就是很好的一個攻略 但是 你只要跟我用一樣的貓貓 一樣的那個等級 然後一樣的角色上去 你就隨便亂按就一定會贏了 因為我這邊就是 沒有任何技術的好不好 無腦攻擊 但是就是超級眼壓 但是你有這些貓貓 你要跟我一樣等級 你絕對都可以打過好不好 連我都打過了 你如果打不過的話 那那那那我也沒辦法 哈哈哈哈 那我也是沒辦法啦 但是我覺得應該不太可能啦 因為我相信各位觀眾 都比哲平還要聰明喔 好那今天就是我們的10月這個強襲的關卡 那這一次是我們運動會 那運動會裡面是有我們紅色珠珠 再加上我們五尾熊 五尾熊我覺得是一個比較麻煩的地方 那如果新手玩家的話呢 就是可以帶上一下我們那個 抗坡洞的 我剛剛那一道隊伍是沒有帶的好不好 抗坡洞的就是章魚狐貓啦 或是我們林浩基啊 或是一些角色 只要能夠抵消坡洞的話 你都可以帶上去 這樣就避免自己的那個牆壁啊 就是盾牌群 就是被直接用坡洞直接削爛 但是剛剛我們發現 我們110等的這個拉麵王的話 完全扛得住啦 所以大家如果是老玩家的話 這不用擔心 那如果你是新手玩家的話 就先把章魚狐貓給他升級起來 我覺得是一個蠻關鍵的東西 而且你在打傳說關卡的時候 也是蠻需要章魚狐貓的哦 就是這麼一回事啦 所以最近除了我們惡魔族關卡以外呢 大家也要記得打一下10月牆壁關卡 因為呢 哎你只要拿到歲月 你就有機會合成一張 有沒有看到 我今天直接合成一張了 白金券登場好不好 所以這邊的話大家好不好 你就可以直接抽一張白金券了 就是這麼的否好不好 破童子公司最近就是一個否到爆 我真的覺得從 因為我是 我是從差不多 四年前開始玩的吧 就是一路上看他的進步 然後不斷一直給東西 然後真的是大大大優惠 真的是每天都在優惠 我真的覺得破童子公司太讚了 好不好 大家給他一個讚 好 那大家目前來說都挑戰了如何呢 也可以分享一下你們自己一些想法 跟一些看法 或是有什麼東西想要跟哲平講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哲平打一下 就是留言啊 或是直接私密神秘的粉專 都可以找到哲平了 那我們進行玩到這邊了 我這邊再見囉 大家 拜拜啦 我這邊吃啊 來有很多 talent 我這邊看朋友 謝謝你們